我們特別在這裡還是在維持警戒的三級為標準管制 視為原則 換寬視為例外 所以在這原則底下 我們是以戶外作為優先的換寬 安廳、市場夜市、小吃店、美食廣場、超商用餐區等禁止內用 維持外帶 昨天中央CDC特別指引三級警戒延長到7月26日 而且特別就三級警戒的延長裡面 談到要維解封的部分 那其實對新北市來講 因為新北市有幾個觀測的指標 因為在這一次公佈以後 我們詳細的分析了中央在維景峰的CDC的指引 在這指引裡面 我們經過詳細的檢討 在很多的執行面裡面 對業者、對管理者來講都有非常高的困難度 執行起來也非常有一致性的標準 所以在執行面有困難 業者跟管理面有困難 其實 在這樣一個標準底下 我們新北市 在這個做法上 就必須要更一致性的來做處理 除了這一致性以外 對新北市來說 在很多的社區感染 現在在努力篩的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要很誠懇實在的面對 我們雙北市一定要共同來做防疫 我們新北市的引擎傳播鏈 我們在社區的篩檢上 這三天個案是很少 一、零、一、兩個 台北市現在也在篩 這三天 他們也找到十六個陽性確診個案 至於我們也看到 每天都還有環南 甚至北龍新增的個案出現 在很多的個案當中 我們還是看到有新增的個案 也看到我們引擎傳播鏈 還在我們社區 所以對阻斷引擎的傳播鏈 讓社區感染能夠有效的控制 我們還是要不斷的接受挑戰 所以面對有社區感染的疑慮 這是我們在緩寬的過程當中 必須要先謹慎的面對 至於還有我們非常的擔憂 我們的疫苗的接種率 現在都還是不夠 前台都不夠 所以在幾個原則底下 尤其新北市 目前還是一個重災區 我們剛剛從三位數到兩位數 到各位數 還在滾動市 上下起伏 我們必須更要謹慎的面對 步步為影 不能掉以輕心 更不能冒進 所以我們特別在這裡 還是在維持警戒的三級 為標準管制是為原則 換寬是為例外 所以在這原則底下 我們是以戶外作為優先的換寬 所以在這個大原則底下 我們還是再度的強調 餐廳 市場夜市 小吃店 美食廣場 超商用餐區 等 禁止內用 維持外帶 因為真的 揮沫傳播 是一個很重要的感染鏈 我們必須要戒慎恐懼 現在是警戒三級 我想警戒三級 有警戒三級的規定 如果違反相關的規定 我們會按照規定來做裁法 記得裁法的標準是 三千到一萬五 所以我還是講一句話 警戒三級 有警戒三級的管理原則 只要違反相關的規定 還是要 來華三千到一萬五 所以這段時間 我也知道大家很辛苦 生活非常的不容易 大家有的人真的期待解封 但是在這種解封的標準 有時候我聽到很多的業者 還是一句話 他們這樣一個看法 讓人說解封 其實他們看到執行面 在業者來講 完全很難做到一件事情 所以在一個比較性 真的大部分都做不到 或是有它的困難度 也沒有辦法維持在餐廳裡面內用 在整個狀況底下 我想 市民們大家辛苦了 市長 跟大家一起並肩作戰 我們先把疫情鎖住 我們很快速的希望疫情回到 非常穩定的底下 讓大家回到安全新型態的生活 是下載3D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接